嗨 大家好 我是Sandy 又來到鬆餅機時間 今天要壓的就是 登~~ 各種軟糖糖果 那是來介紹起來有什麼糖果吧 這算是彩虹軟糖 這一個是薯條造型的軟糖 超可愛 然後這個是 半坨豬 水果口味 黑加力 然後這個是 彩虹糖 最後一個是漢堡軟糖 好 那我們就來壓吧 好 現在軟糖主先 首先是可愛的薯條軟糖 放這邊 然後 黑加力 放這好了 黑加力放這 然後最後是這個 彩虹酸酸酸糖 因為它很長條 放這樣好了 好 我先試壓一分鐘看會怎麼樣 開始 先軟糖再壓 等一下是硬糖主 最後是 壓軟漢堡軟糖 我要一整個 挺挺的 全全部 全部壓下去看會怎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軟糖變怎樣 哇 它還開心 黑加力還開心 然後這個 彩虹酸酸酸的 是整個長條的 它變得好像義大利麵感覺喔 好 那我現在 把它搭配麵包來吃看看 薯條糖 這薯條糖 黑加力糖 我現在 我是不是可以當炊糖人啊 很燙 因為它已經是涼涼的 然後進到我嘴巴裡面 它迅速的變成 硬塊 因為我嘴巴還比較涼 它變硬了 它變成硬糖的感覺 可是不是之前的軟糖口感 嗯 超黏涼 比麥芽糖還要硬 不過 滿好吃的 那我來吃一看這個好了 欸 有點苦欸 它烤焦 有點苦 我會不會死掉 然後它也變硬了 然後它也變硬了 又苦又酸欸 好 剛剛軟糖我們也稍微清了一下 還是有點殘渣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都是糖果類的 剛剛糖果已經清到冰箱裡面了 我看之後 可不可以把它當成飯後零食吃 好 那接下來用軟糖 生漢堡的部分 飯頭豬硬糖 然後跟彩虹糖 放這邊好了 唉唷 火快燙到喔 然後呢 這邊是漢堡 漢堡是不是變有點小欸 以前漢堡都長這樣嗎 不是吧 漢堡還歪斜了 我把它用好 漢堡 然後 可樂 跟 吸血鬼的牙齒 好 我要壓了 已經聞到各種 可樂啊 化學味道了 哇 漢堡 軟糖各種開吸欸 然後硬糖這邊 硬糖 有一個外面破掉了 它裡面 它燒出了一個洞 欸 外頭桌子裡面有餡的喔 我不知道欸 首先這邊就跟剛剛的軟糖情況一樣啦 我本來想說真的不一樣 可是因為太高溫了 所以沒什麼差別 我來吃一下燒烤漢堡煮好了 唉 好不想吃喔 一定要吃吧 很燙欸 不行為了大家我還是要吃 就是 就是 燙的漢堡煮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的 軟糖鬆餅機 掰掰 掰掰 屁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